初冬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各大医院呼吸科冷满为患 做个CT都得预约好几天 随着流感的开始,很多人都中招了 今年的流感包括了很多新型的病毒 很多人感冒的症状就是咳嗽 还有的嗓子有痰 虽然咳嗽三五天就好了 但是喉咙有痰的情况一直存在 遇到冷风就喉咙发痒,咳嗽的不得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止咳化痰的食疗方 首先准备15克左右的干沙粘 接着再准备一个苹果 苹果只需要半个,切成片 接着再准备几个红枣 红枣非常燥热,所以一定要把红枣盒剪去 接着再准备几个金橘对半切开 然后把三扎苹果金橘放入进去 大火煮开,小火煮1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再加入红枣煮2分钟左右 苹果的营养丰富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不仅可以润肠通便 还可以消炎止痛 如果你冬天也有嗓子有痰不舒服 不妨试一下这款食疗方 煮好之后把它盛入碗里 然后再加入一勺桂花蜂蜜 这个蜂蜜也是有润肠通便 止咳化痰的功效 喜欢的朋友不妨试一下